三月份刚刚就职的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 日前一席话引发关注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认为此发言极不妥当 已经透过了外交管道提出严正抗议 另外菲律宾和美国空军五月举行雷霆对抗演习 重点在保护重要领空 而这也是时隔33年后首度重回菲律宾举行 另外大陆外长秦刚和德国外长见面后 转往了法国和法国外长会面 当大陆全力展开外交攻势时 日本和法国的防长以及外长也分别举行了视讯会议 各国在国际上角力不断 TVBS新闻萧英强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